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末在意大利的伊莫拉小镇举败的艾美利亚罗马涅大奖赛 艾菲今年怎么取了这么多奇怪的地名 什么斯蒂利亚托斯卡纳艾菲尔大奖赛 明年的中国战估计可以叫家定许家村大奖赛 这条赛道呢以法拉利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和他的儿子命名 叫做恩佐与迪诺法拉利赛道 希望恩佐法拉利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世界和平 或者法拉利不丢人 恩佐法拉利表示我们还是聊聊世界和平吧 传奇的车神赛纳就是在伊莫拉因意外事故去世 虽然已经是26年前1994年的事 但即使是最近很多人在争论 92镇的汉密尔顿和舒马赫谁最伟大 但依然有很多人认为 被誉为车神的赛纳才是史上最佳 而又说到2020年的车神 那必然是加斯利加大师啊 加斯利排位赛又飙了个第四 看来去年大红牛转眼圈 成绩虽然一般但赛车图纸是顺回来不少啊 把今年这辆小红牛条子是强到令人发指 我觉得加斯利以后可以考虑跟维特尔组个车队啊 正好够俩车手啊 还能一个管制造一个管运营 而阿龙索呢在赛前的媒体采访中是一顿夸赞拉赛尔 说他是这个F1的未来啊 不知道这个未来离积分还有多远呢 好的五盏红灯系面比赛开始 伯达斯发车不错守住了第一的位置 而今天起步不好的是汉密尔顿 一好玩老汉左右两台大小牛让他是左右为难 然而老汉还是决定为难一下右边的加斯利 老汉挡车是堵在了加斯利身前 让加斯利发车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然而汉密尔顿还是没有避免被维斯塔盘超越 而李卡多此时抓住了机会 超越了加斯利上升到第四位 而身后的勒克拉尔也在试图超越加斯利 是都想来欺负一下加斯利这位造车新势力啊 后方的车阵中突然是狼煙四起啊 原来是马格诺森在车阵中陀罗了 发生了什么呢 虽然是要看看战地记者莱克宁发挥的现场报道 果然从莱克宁记录的视频中我们看到 本次陀罗是由指定陀罗供应商维特尔提供的技术支持 轻松一碰立马陀罗 那么维特尔的赛车有损伤吗 法拉利说赛车没事 那说明必然是有事的 原来那是一片法拉利升级套件被安在了波塔斯的车下 然而此时波塔斯还没有感觉到 这个碎片作为法拉利整个车队最有理想的部件 今天他想赢 起步之后 刚刚确定明年席位的杰奥维纳斯成为了最大赢家 上升了6位 想到上一场Kimi起步上升了10位 看来阿尔法罗美欧经过大半赛季的努力是成功研发出一套秘密弹射起步系统 比赛刚开始不久 加斯利就被奶抱退赛了 不过加大师不用担心 这是命运给你的试炼 想想02年Kimi17场比赛爆了9次缸 看来加斯利离世界冠军也不远了 而赛后公布的结果显示那是赛车的焊接出了问题 要是继续跑可能就要省价了 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小红牛已经从中国请来了一位焊接专家 据悉手工跟明年将作为技术顾问加入AlphaToray车队 安美尔顿报告自己右前的感觉不是很好 果然7旋之后呢 他说他要冲了 啪的一下就刷出了闪电物联最快圈 很快啊 全女后面有强法的车手浩子未知 22拳之后 波达斯终于发现自己的底板有问题 可惜之前进站的时候还是没有能发现碎片 因此目前每圈的损失在0.8秒左右 不过呢倒是压住了身后的维斯塔潘 给了汉密尔顿进站翻排名的机会 现在是万事俱备直签安全车了 本长会是哪位车手机前自己进贡安全车呢 果然这时候奥康站了出来 他没有忘记自己没奔替补车手的身份 在关键的时候选择表忠心 然而他的车没停好 没能引发出安全车 哎呀这个水平 你也不能怪没奔抛弃你了 憋了半天 总算是来了个虚拟安全车 但是这实际倒是巧妙 正好被汉密尔顿赶上 简直是天选之人呐 短短十几秒 换完安全车就结束了 而这连特供安全车 让转了至少5秒的汉密尔顿 直接翻到第一位 又回到了熟悉的剧情 哎博塔斯此时啊 是眼泪灌满了头盔 38拳之后 车队终于发现了博塔斯的碎片 然而呢 微时已晚 此时维特尔和莱克尼 两位老大爷 都已经从起步 跑了整整39圈 换来了4-5名的珍贵位置 在而比诺托这时 问了问身边的车组 Why is Bastien in B5? 车队新领人会 于是 Oh he makes a stop Oh it's slow on the left Oh no Oh come on Oh dear oh dear Now he's still stopped Oh this is this is Right Pierre Gasly Absolute wretched luck But Sebastian Fetley Oh he's still stopped Oh my God Oh I'm still just Oh my God Oh my God So his third time Oh my God know what Oh my God 看会儿报纸睡个午觉再回来 而这精彩绝伦自带罚听的换胎表演 导致甚至都没有人在质疑 为什么40圈的黄胎剩了20圈居然上个白胎 此时被SF1000加持的伯塔斯 给了维斯塔潘超越了机会 外线漂亮 维斯塔潘超越了伯塔斯 而莱克宁也终于进战 换掉了这副比他年龄还大的轮胎 王奇突然出现维斯塔潘爆胎了 哎呀马上要到手的亚军啊 只能怒穿一脚轮胎 骂骂咧咧的走了 这其实呢 这也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哈 车队和贝奈利都表示呢 有可能是碎片所导致的 还要进一步调查 毕竟上次英国站好几辆赛车爆胎啊 我怒斥了贝奈利 结果人家P2来找我了 虽然是友好交流 但是搞得我更虚了 今天很玄乎的事情是呢 这个意大利举办了三场比赛 维斯塔潘居然都退赛了 安全车出场 波达斯再次进战是总算拿掉了这片 今年法拉利最快的部件 目前紧随安全车的 是赛前被阿龙索奶了一口的拉塞尔 拉塞尔目前排名第十 积分是近在咫尺 然而在跟谁谁撞车 拍谁谁完蛋的围场柯南 莱克宁注视下 莫念了一句 新術我 一つも一つ 拉塞尔突然就上墙了 哎呀这个拉塞尔和积分 霍肯伯格和领奖台 都是宿命的对决呀 再后呢 格达奇在推特上安慰拉塞尔 说没事的我也经历过 这都怪埃里克森嘛 对不要担心 最差也就和我一样 没工作而已嘛 你还年轻啊 丢了工作肯定比我惨多了 相信格达奇的安慰呢 一定能让拉塞尔是雪上加霜 而从蒙扎之后 长长倒大煤的斯托罗尔 也依然没有从厄运中走出 紧张不慎撞翻了千金顶弓 而千金顶弓的内马尔国人 也让斯托罗尔的舆论风评 是再次受挫 好的安全车结束 今天邮箱里加了福特加的科威亚特 瞬间超越了佩雷斯和阿尔本 而佩雷斯立马也对阿尔本下手了 阿尔本这时心态彻底崩了 诶我说什么来着 弯道王一换一 阿尔本啊阿尔本啊 无接触陀罗呀 让我们对阿尔本说一声再见 祝你明年在风目的意义一帆风顺 紧接着科威亚特又超越了勒克莱尔 快看我 我现在是加斯利了 科威亚特还要对里卡多动手 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 不过今天科威亚特绝地逢生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点亮了最后一次希望 好的比赛结束 恭喜梅奔车队再次一二带回 也恭喜里卡多本赛季又一次 站上了领奖台 然后我们恭喜梅塞德斯奔驰车队 获得2020年F1车队总冠军 汉密尔顿和博塔斯双车巡游 庆祝史无前例的车队七连贯 那如果说汉密尔顿历史第一的地位还颇有争议 恰恰说明了2014年以来的梅奔 造出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赛车 毫无疑问的是 2014年到现在的梅塞德斯奔驰 F1车队是F1史上最佳车队 而赛典的策略师呢 今天有点拉垮 如果佩雷斯不进站 那领奖台很大几率就是他的 不过呢也算为明年维特尔的到来 制造了一种冰尺如归的熟悉体验 关于佩雷斯 我觉得呢 明年红牛二号车手的席位 给到佩雷斯是最合适的 阿尔本几乎已经葬送了自己的机会 霍肯伯格的表现虽然惊艳 但还没有足够的机会 证明自己有最顶级车手的实力 但佩雷斯今年的表现 不光有数次冲击领奖台的机会 并且只有他和汉密尔顿 在每一场参加的比赛里 都进了前十拿到了积分 体现了自己出众的经验和稳定性 再加上来自墨西哥的大笔赞助 我觉得对于红牛来说 佩雷斯其实是最合理的选择 今天的领奖台上 李卡多终于喝到了鞋子香槟 而且令人更意外的是 对于舒逸这个庆祝 三年前汉密尔顿说 而今天他愉快地喝掉了 带有这个脚步分泌物味道的香槟 真香 应该不是 真臭 也不对 不得不说 舒逸这个传统虽然是蛮有趣 但是听着呢 真的是挺恶心的 不过呢 这让我想起 2016年罗斯伯格 所以是喝了李卡多的Shui 赛季结束呢 就退役了 而目前依然为何没奔续约的汉密尔顿 是不是也已经赢到没意思 准备去和自己的老对手 罗斯伯格在Extreme E再续前沿呢